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歌一定要比所有竞争对手多 然后唱出来的音响效果一定要比所有竞争对手好 然后所有唱歌的体验的环境要足够的爽 这叫做唱歌的人的需求 光是一个这个东西我们就好想大家的经历 我们在唱吧上线前 包括上线后 我天天就盯着我的技术 我说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唱歌唱得好不好 这就是核心竞争力 天天你就在那给给我打磨 调影响算法 能不能模拟出最好的影响效果 用程序去模拟 然后他们在那天天调参数 天天改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包括说今天我们其实唱完了安卓版 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没解决 然后呢我说 我宁可说今天你整个安卓团队 一个新功能不开发 停下一个月 所有人给我封闭能搞定声音的问题 我是愿意直的 因为它是我的核心竞争力 我需要唱歌的人 喜欢在我这里唱歌 对吧 第二 刚刚说美女要在我这里 为什么美女要在我这里呢 那么美女喜欢什么东西 美女喜欢非常漂亮的界面 这是一个前提对吧 美女喜欢把自己最漂亮的照片放出来 所以我们要提供巨大的照片的功能 然后呢有很漂亮的幻灯片的功能 使得说每个人的照片 都能够在里面炫耀一把 为什么小女孩特别喜欢玩唱吧 因为她在手机里面增长的 美图秀秀PS过的照片 没地方放 可以放到唱吧上来 管她唱得好不好 PS出来之后 就有一堆粉丝就过来了 这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这是唱吧当时我说要让美女上来 让美女上来 我们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是说幻灯片的效果 第二呢是刚刚说的表情符号 大量使用表情符号 因为男的可能不太愿意喜欢表情符号 但是基本上每个女生都很喜欢什么高跟鞋呀 唇膏啊香水呀 那些符号特别喜欢 你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你有了这个支持 她就玩得很嗨 然后呢鲜花 当时我们最早设计的时候 我们是除了剩鲜花还有扔鸡蛋的 然后呢我一刀就把扔鸡蛋砍掉了 我说没有一个人希望在唱吧被扔鸡蛋 其实他唱得极其难听 这是一个产品策略的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希望每个人都受到欢迎 你唱得难听 最差的结果就是一朵话没有 但是你不能找一个人来骂他 这边还难受的 所以我们才说 OK美女是不能被骂他 美女在我这里要享受足够多的享受 放自己最漂亮的照片 管她唱得好不好听 我要去炫耀一把 对不对 然后那个 还有一点就是说 她有美女们很喜欢被围观 她希望有很多人追她 很多人会说她很漂亮 声音好听 我喜欢你 她很高兴 还有刚刚说的 还有个明星 其实明星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今天还是做得比较差的 还是没有为了明星 去解决明星的实际的需求 有很多明星会上来晚 但是他们都没有公开 我们知道像王菲啊 纳英啊 杜瓦唱吧 但是他们就不公开 我也不知道他用的是哪个账号 但是这个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们也在想解决一种 就是说 怎么样隐藏你的 真实身份 唱歌的功能 所以我们最近开发了一个功能 叫做隐身上传 就你唱完歌之后 你上传的时候的话呢 你传上去 别人是看不到的 这个作品只能够手动地 发给谁谁谁谁谁 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做老婆的 可以唱一首极其肉麻的情歌 发给她的老公听 没关系 别人听不到 就你们俩听得到 在唱法上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这就是我们在去想 把这些用户的需求的时候 为了每一个很甘心的小小的需求 我们抓住说唱歌的用户 美女 有了这些用户 我相信吊斯兰一定来了 所以不用我担心 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当时在定产品策略的时候 也类似这种思路 我说我先做iPhone版 再做安卓版 为什么 我说所有我们认为的美女 歌星 一半以上的人都在玩iPhone 可能甚至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都在玩iPhone 我只要把这些人圈住了 回头我再出安卓版 安卓版那些用户一定会过来 因为这里有美女 有明星 这都是一些策略性的东西 我们当时很多东西都是 想好了一个计划图 基本上我们在今年二月份 去年一二年的二月份的时候 制定说要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定的计划就已经定到九月份了 我们后面六个月的时间该怎么做 全想清楚了 然后等我们产品上线的时候 我们六月份 基本上到十二月份要做的事情 都全部想完了 到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我基本上 可能一三年年底 要做什么事情我都已经想完了 所以后面你就可以看到 说我们一步一步的 有很多东西都是想好了 我出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包括说竞争的问题 我都说如果竞争队数出现了 在什么时间点出现 他可能从哪个方向打过来 我要在那个地方 竖一个盾牌 建一个堡垒 使他打过来的时候 发现我还能够打回去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提前去想好的 但我觉得可能不是每个人 能能想得那么清楚 说实在还是一个叫做 比如CEO或者一个产品负责人的 一个判断的问题 他要真的抓住用户的心理诉求 就你所定的用户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学心理学的人 会做产品会做得特别好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 学心理的人 做产品经历 你会发现他能够抓住 你的用户的核心的需求 最核心最核心的 可能就一到两个点 不用那么多的 你抓住那一两个点 你就发现所向无敌了 不然我们先说先选方向 方向选好了 那你方向那个方向的用户 他的诉求是什么 比如我们发现说 我要做唱歌 我这些唱歌用户的诉求就是 唱得好听 有很多人围观 有机会成为明星 这就是我的用户的诉求 那我只需要围绕这些最核心的点 做得最好 其他东西也就不需要做了 这也是一个聚焦的一个核心 就是说我只需要把这些人服务好 我都不用去想说 比如听歌的人 是不是要有很多其他的需求 有很多说唱班那么多用户 能不能放出原唱来 让我们像QQ音乐听歌 直接被我聚焦 我不会做这件事情的 因为这不是我的核心用户 也不是我的核心需求 我干嘛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有很多人说 唱班这个挺好的 你除了一个唱歌 能不能讲笑话 能不能讲相声 跟你产品形态差不多 放一个让大家来讲故事的东西 也可以啊 不行 对我来说 我这个产品就是唱歌 因为只有这样子的话 我才能够让这些唱得好 在这里愿意待在这里 因为你加了其他乱七八糟之后 这些人就走掉了 核心用户是不能伤害他们的利益 你一定要服务好他们 那不是什么 我哪去哪个人 都不敢说 我现在想要不要 我来说